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有两方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G7的会议马上就召开了 拜登呢确确实实是来到了现场啊 之前的时候说他不想来啊,那是真的不想来 但是呢现在来了也是真来了,为什么呢是必须来呀 因为如果他不来的话呢G7这边要翻天了 不光是前两天的时候呢G7财长会议那个会上以及宣言里面呢 丝毫就没有提中国啊 那么就连这个岸天文雄呢现在就要对这个台湾问题啊劝和促谈了 你说这事儿还了得吗 所以呢拜登啊拼上老命也必须要来呀 他这次在日本呢就只待一天呢 我们进行这个长途旅行的朋友都知道啊 如果你跨这个地球的那一端到这一端10个小时以上的时差的话呢 如果你不倒时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啊 甚至说会不会像这么大岁数的人都有生命危险呢 这都有可能啊 可以说是拜登呢拼死老命也到日本来参加这个会议啊 他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呢 岸田文雄做了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来聊一下他的详细情况 那么第二方面的内容呢也是另外的一场劝和促谈 那就是李辉到这个乌克兰啊去访问 那么他去的当天呢乌克兰的总统竟然是躲了啊 有很多的媒体呢就说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放了李辉的鸽子啊 但是呢你泽连斯基呢躲得了初一能躲得了十五吗 那么这不是李辉反正你不回来呢我就跟着等着 这是你家呀你横不能不回家吧 我就跟着等着 那么泽连斯基呢还是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就和这个李辉进行一些交流啊 那么这个交流呢我们看啊 第一站就取得一定的成果啊 乌克兰方面呢提出来一个和平建议十条 一会儿我们来聊一下呢 李辉到乌克兰访问的详细情况 那么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个G7峰会的情况啊 那么今天呢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啊 环球时报的记者呢这样问了一个问题 说呢据报道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将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共享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 并且发出了相关的信息有日媒报道说呢 七国集团的成员正协调将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等内容 写入峰会的联合宣言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那么汪文斌说呢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现实威胁 就是台湾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顽固的推进台独分裂活动 试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 美国日本等个别国家不断的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 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同台独势力勾连呼应 对台海局势紧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冒险挑衅 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对台独活动的纵容支持 光讲维护台海和平不说反对台独分裂 只会助长台独势力挟洋谋独 铤而走险的气焰 必将给台海和平稳定造成更大的破坏 光讲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说支持中国统一 实质上是企图阻挠中国统一大业 制造两岸和平分裂 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没有人比我们更珍视台海和平 我们坚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是绝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势力以维护台海和平为有 束缚我们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手脚 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和平的幌子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我们敦促美日等G7国家 没有看这个岸田文雄接受访问的内容啊 台湾在这个美洲的那所谓的那个邦交国啊 那个总统啊 他们那个邦交国叫什么来着 叫巴拉龟 就是什么龟什么龟龟什么的那个 我老是分不清那个国家的名字啊 反正就是他们的那个 这个在南美的那个所谓的邦交国总统呢 就到这个台湾访问的时候搞不清状况啊 然后呢旗帜鲜明的就说呢 我们坚决支持啊 台湾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搞得这个台湾呢 就不知道说啥好啊 那么我看到台湾呢 有的那个啊大卫啊 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说提出来这个 说这个邦交国的总统啊 有点分不清状况啊 我们所讲的其实呢 不是说谁代表这个中国 而是说呢 台湾和中国大陆不是一回事 就想鼓吹这个台独啊 反倒是邦交国的总统呢 就是说哎我承认你啊 就是从侧面呢帮了倒忙了啊 等于说是支持一个中国 你两边都是一个中国啊 就是谁代表的事啊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没搞清楚 那么就是安倍在世的时候呢 他提出来了一个说是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啊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呢你从哪方面来理解都行啊 台湾的理解呢就是台湾有事的时候呢 日本就当成是自己有事啊 会采取措施的 会来这个和台湾站在一起的 那么前两天我就跟大家说了啊 台湾啊台湾呢有这个政治人物啊 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就跟日本呢在协调啊 就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啊 当台湾有事的时候呢 我们如何合作 结果呢日本的政客就明确的跟台湾说 我们说的这个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不是那个意思啊 不是你理解的说台湾有事的时候呢 我们会出面帮你们 甚至我们会出兵帮你们 我们不是那意思啊 我们的意思就说呢台湾有事的时候呢 会影响到日本 我们是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呢安田文雄啊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就提出来说呢 应该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 我认为呢不管说 不管说他还提出来了别的什么东西哈 但是呢我就认为 他能够现在说 想让台湾这个地区啊保持和平 不要发生战事啊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他就是认识到这后果 他认识到呢中国大陆 如果一旦武统台湾完了以后呢 牛脸就会来解决和日本之间的这个事情 他说希望呢台湾不要有事 因为台湾有事呢 日本必然会有事 更何况最近呢 中国就是在推动这个国际法啊 就讲这个国际法 反复的强调这个波斯坦公告和这个开洛宣言 对吧 这就是建制日本 虽然说现在中国呢 还并没有提琉球群岛这事 但是呢 日本就清楚的很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呢 日本只限于他那四个岛 其他呢全都不归你 另外呢就是冲绳的最高长官 冲绳县之士 那么他私下里已经接触过了中国驻日本的新任大使啊 还要求说呢 7月份的时候想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希望能见到中国更高层的领导 那么他要见中国更高层的领导想干嘛呀 想干嘛呀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了 那么最近呢 我们就看到哈 冲绳那边呢 民众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了 今天我还看到 琉球的一个博主 那在他的视频里面发了这两天发了一系列的那个视频啊 就是冲绳那边呢 在举办全球冲绳的大游行 而这举办的这个活动呢 声势是很大的 由全球的这个琉球人啊 都参与到这里面来 那么现在呢 冲绳啊 虽然说还没有提出来 说冲绳独立 恢复琉球 更没有提说呢 回归中国 但是呢 日本 他心里面呢 应该是非常害怕这些事情的发生的 他是很害怕 中国如果解决了台湾的问题的话呢 他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了 所以日本现在呢 他就极力的来渲染啊 推动 就是啊 台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这个口号呢 其实美国也是在喊这个口号 但是呢 安田文雄说呀 应该对台湾地区呢 劝和促谈这个 还是第一次提出来呀 美国提出来的这个和平稳定呢 只是想阻碍中国采取措施 但是美国并不想这个劝和促谈呀 那劝和促谈 如果两岸真的达成了怎么办呢 更何况呢 现在台湾呢 要面临着大选 那么今年的大选的形势呢 和以往很明显的就不一样了 现在台湾的风向呢 就有所变化 那么首先呢 就是赖清德呢 现在他就不提失口不提台独两个字了 是他自己主动的说我们不提这个台独了 那么国民党这边呢 其实也有所改变了啊 现在呢就是想和大陆进行谈话 进行交流开放这个渠道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都知道呢 真的是话不讲不明 罗不敲不响 只要两岸呢 能够进行这种谈话啊 那问题呢 就朝着解决的方向发展 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了 那如果你不谈的话呢 没有沟通 就不可能达成功识啊 连沟通都没有 怎么可能达成功识呢 是不是 那么现在呢 连岸田文雄现在都提出来劝和促谈了 你说这老拜登他能不害怕吗 是不是 他肯定是很害怕呀 所以呢 他拼了老命 一定要来的 昨天呢 我跟大家说了啊 其实呢 他国内那个债务上限的一个事情呢 真的是火上房子 很紧迫的一件事了 那么昨天的时候 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呢 他们进行了最后一轮的谈判呢 根本就是看不到前景 离达成协议呢 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所以呢 拜登就说啊 他星期天啊 一定要赶回来 星期天赶回来 然后呢 星期一要开始新一轮的 这个债务上限的谈判啊 所以呢 你看这边多么的紧急啊 原本是呢 这个老拜登啊 这次去参加G7峰会 顺便呢 还要去这个澳大利亚 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啊 那现在呢 说是这两个国家的这个访问呢 就取消了 他只参加这个G7峰会 那G7峰会呢 他的日程安排 是19号 20号和21号这三天 他已经是于日本时间呢 18号到了日本了 稍事休息呢 19号就要进行开会 那么十几号一天 20号就得回来了呀 对吧 21号呢 肯定是参加不了了呀 三天的峰会 他只参加一天 等于说去了以后呢 就是订个店 板个牌 能不能把这个店给订下 真的都不一定啊 再说呢 老拜登啊 我反复的说 那么大岁数了 拼了老命 你像我在加拿大 你看我父母哈 他们孙儿大了以后啊 超过70岁的以后呢 我就是很犹豫 要不要让他们到北美来看看 但是到75岁以后呢 这个念头就完全打消了 连犹豫都不再犹豫了 这个想法就不能有 因为呢 75岁以上 如果你让他长途跋涉啊 从地球的另一端到这一端啊 把他给累坏了的话 有个好胆真的是子女啊 在后悔一辈子 对不对 多么的后悔啊 父母没了就是没了啊 老拜登这么大岁数了啊 长途跋涉 连时差都不能倒 你想想看 到了日本以后啊 时差还没倒 后难受的 然后又坐个飞机呢 又回来了 你说他在这中间啊 会不会出个意外 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呀 那么全世界呢 对这事啊 肯定好多人都在祷告啊 祷告什么 咱们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今天这个视频的第一项内容 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报道啊 拜登说是呢 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呢 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这个访问呢 就取消了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 巴布亚新几内亚呢 不让拜登去 不知道他那块发生什么事了 这两个邻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不让拜登去 并不是说呢 他没有时间 当然他也确实是没有时间 好 这方面的内容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啊 然后呢 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李辉 去斡旋的这件事情啊 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 说着泽雷斯基啊 放了李辉的鸽子 那么我还说了 你这个泽雷斯基 你总要回去吧 因为我没有看到 李辉离开乌克兰的那个消息 我也没有看到泽雷斯基呢 说去了其他地方的这种消息 这种动态啊 所以说呢 应该说他们两个 在这个乌克兰 应该是能见面 那果不其然啊 今天呢 这个消息就来了啊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呢 有这个法新社的记者啊 就问说 乌克兰的外长于本周 赞赏中国发挥斡旋作用 包括近期推动签署 黑海粮食运输协议 外交部能否介绍一下 有关情况 那么王文斌就说了 关于黑海粮食运输协议 我们已经表明过 积极支持的立场 他说呢 借此机会 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李辉访问乌克兰的有关情况 访问期间呢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 会见了李辉 李辉还分别同乌克兰 总统办公厅的主任 伊尔马克 那我昨天就说了 对不对 泽雷斯基虽然不在呢 但是好多人 李辉也得会见一下 了解情况啊 他的总统办公室 这总统办公室主任 他也得见呀 然后呢 还有外交部长 库列巴呀 以及呢 基础设施部 能源部 国防部等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会见 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乌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你看啊 他会见的这些方面 你看没有 外交部长库列巴你肯定得见啊 这是一个外交事务啊 另外呢 总统办公室主任啊 这也肯定得见 总统办公室嘛 他代表的是总统 对不对 然后呢 国防部 因为在打仗嘛 你这个肯定得跟他了解情况 对吧 然后呢 你看这里面还有基础设施部 为什么要见这个基础设施部呢 我昨天是说了 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呢 同样是说呢 在两者之间的进行斡旋啊 那么呢 就连这个罗马教皇提出来呢 说愿意来充当这个角色呢 都被乌克兰的总统给拒绝了 那么同样也是居中来调和 为什么中国他就没有说一个不字呢 就是因为他得用到中国呀 那么居中调解呢 也许这个罗马教皇呢 也能起到一个中立的一个效果啊 但是呢 但是战后重建 乌克兰还需要帮忙呢 教宗能帮这个忙吗 绝对不能啊 所以你看啊 这特别代表李辉 还建了基础设施部 还有能源部 这些呢 涉及到这个战后重建的这些部门呢 李辉都要跟他们了解情况 对吧 然后呢 接着汪文斌又介绍说呢 双方一致认为 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与泽列斯基总统的通话 为中乌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就他那通话已经确认了好多原则性的东西 然后说呢 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延续双方相孤尊重真诚相待的传统 把两国互利合作持续向前推进 李辉阐阐述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主张 立场主张 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 三点思考是中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遵循 化解危机没有灵丹妙药 需要各方从自身做起 积累互信 创造指战和谈的条件 说得很明确 就是中国呢 也不是万能的 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需要你们自身来做努力啊 从自身做起 不要老给对方提要求 从自身做起 积累一些互信 你得让对方能信任你 你要求对方呢 能让你相信对方 那同时呢 你也得做出来一些事情 让对方能相信你 从而呢 来创造这个指战和谈的条件 现在等于说呢 就是创造条件的时期 然后王文斌说 中方愿意在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的基础上 推动国际社会 形成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最大公约数 为尽快的指战停火 恢复和平 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方一直以 自己的方式 为缓解乌克兰人道局势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 推动国际社会 形成一个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最大的公约数 为尽快的指战停火 恢复和平 做出自己的努力 可是呢 美国和西方 这两天都做了些什么呢 都做了些什么呢 都是在做一些拱火的一些行为 是不是 他们所做的事情呢 都不利于指战停火 恢复和平 那么一会呢 我还会跟大家说 基辛格今天呢 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也说了一些呢 更加是火上浇油的话 真是老糊涂了 一会儿我们来讨论基辛格的那些言论 简直就是说明了 美国就是美国 霸权就是霸权啊 他们就是世世代代的人呢 全都是霸权主义 为什么美国呢 这么多年以来 总统换了一茬又一茬 在世界上犯下的都是同样的罪行 这些手段呢 都是一样的手段 行为都是一样的行为 后果都是一样的后果 好 王文斌接着说呢 乌方表示 很高兴在乌中 两国元首通话以后不久 接待李辉特别代表的访乌 乌方重视中方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欢迎中方为结束战火 恢复和平 发挥积极的作用 乌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 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乌中关系 不断的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觉得说呢 乌方的这个表态呢 挺有诚意的 他们挺希望中国出面 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且呢 他们对中国呢 挺充满希望的 对中国呢 是充满了信心的 那么刚才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呢 王文斌就提到了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蒂会见了立会 也就是说呢 他已经回来了 他回来以后呢 就会见了立会 那么这是法新社记者啊 问的问题 然后呢 王文斌回答的 下面呢 有一个记者又问一个问题啊 我就觉得说 参加这个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记者呢 他们的这个智商真的是堪忧啊 有一些记者好像是 就是没脑子支撑低似的脑残似的 你看啊 就隔了一个问题 然后有彭博社的记者又问了 说你能否确认一下 李辉大使同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进行了会面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人家王文斌就说了 我刚才已经介绍过来啊 在李辉特别代表访问 乌克兰期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李辉 李辉还分别同乌方的其他有关负责人 进行了会面啊 你说你彭博社的记者啊 你心愿意马 你在这种记者会上 你是听不懂别人说话吗 还是怎么着啊 走神了还是怎么着啊 一点都不专业是不是 刚问的问题 刚回答的问题 然后你接着又问 我们从法新社呢 这个记者所问的问题呢 我们能够看出来 就是乌克兰一方对于李辉 进行斡旋呢 是一个赞赏的积极的 法新社的记者他都说了 对吧 乌克兰的外长于本周赞赏 中国发挥斡旋作用 是赞赏的 这是法新社的记者说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美国的那个反华媒体啊 他们报道的时候呢 就同样的事情 他们说什么呀 他们就说呢 乌克兰总统府啊 5月18日的时候呢 说是就中国代表李辉 斡旋的这事呢 发了吹风会的消息啊 就是他们发了一个公告 结果呢 这个自由亚洲 他怎么说呀 他说呢 乌克兰总统府啊 就说啊 说感谢中方对乌克兰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 他强调说呢 乌克兰尊重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其他国家的边境 不可侵犯性 说乌克兰为抵御 无端入侵 我国领土的侵略者 完全在国际法和联合国的 宪章的框架内行事 然后呢 他们的外交部长 库列巴呀 还详细的介绍了 泽列斯基最新提出来的 和平方案的十点建议 那么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呢 这十点建议啊 他就提到了说呢 一个是这个战俘问题 一个是基建问题 一个是平民遭攻击问题 一个是黑海谷物问题 还有一个核电站问题 我数了一下呢 自由亚洲列出来的 只有五个方面 那么还有五点建议呢 他就没提 我都能够想象出来 那五点建议呢 和美国的那个原则呢 背道而驰的 所以呢 他就不提 你知道吗 我们从这个自由亚洲的这个报道呢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李辉这个斡旋呢 这第一步我认为 走的还是挺成功的 而乌克兰方面呢 好像啊 也挺有诚意的 咱不说这双方的意见啊 离得有多远 你起码应得有个诚意 是不是啊 昨天呢 我就觉得说 如果泽连斯基啊 他躲了 他放鸽子的话呢 就说明他可能是耍花招 他只是呢 想保持住中国这一个力量 他并不想这么早的 进入到谈判的实质当中来 不想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还想借助于西方的支持呢 在战场上来形成一个这个优势 在时间上呢 进行拖延 我昨天呢 是这么想的 今天我看到这些报道呢 我觉得乌克兰好像 还是蛮有诚意的 他们还挺想指战的 就看这个中国斡旋啊 这个能力怎么样了 中国的调解能力还是挺强的啊 你像沙特和伊朗那事 之前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千年速碟是不可能和好的 一开始的王毅呢 就到中东去 对六国进行访问 这六国当中呢 就有的国家互相之间是敌对的 那会儿呢 还有人说中国最好远离中东 那是一个是非窝 那是一个火药桶 那是一个炸油裤啊 动不动就炸 动不动就炸 一个是这个民族的问题 一个是宗教的问题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在那去掺和呢 估计会惹一身骚 然后呢 处理不讨好 哎 结果你看现在啊 这千年速敌 中东两大阵营 各自老大哥 安和好了 你说你能想到吗 世界都没想到 所以现在呢 乌克兰对中国呢 就特别服 说那教皇呢 想来进行调和呢 他们觉得啊 算了 我们有中国 哪里需要教皇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吗 就是那个基辛格呀 他在这个昨天的时候 接受了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采访 在这个采访当中呢 他表示说 乌克兰加入北约 符合俄乌双方的利益 说这是一方面的好处 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呢 就是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的话呢 可以确保乌克兰政府日后 不会寻求以军事的途径 解决领土争议 这是基辛格所发的话 我认为呢 他这个接受采访所说的话呢 是不是老糊涂了呀 对不对 我们俗话说呢 醋哪哪酸 也哪哪闲呀 这个俄乌冲突的来源 不就是美国鼓动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吗 对不对 美国其实是不想让他加入北约的 但是呢 又鼓动乌克兰 给乌克兰希望 不断的给乌克兰画饼 以这样的方式呢 让俄罗斯感觉到这种威胁 这个威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呢 让俄罗斯抓捧 就发动这样的战争 美国就达到了目的嘛 对不对 现在呢 眼瞅着中国出面进行这个劝阁促谈 来进行和平的斡选 现在你基金阁又发这样的话 不是老虎头了吗 这事呢 也说明了啊 美国这些政客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是那个军工复合体的代言人 没有人是热爱和平的 没有人是希望世界和平的 就希望世界不和平 打着和平的旗号 来制造事端 制造战争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这么六七条七八条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是关于这个五眼联盟啊 五眼联盟 这五眼呢 现在是下了三眼半了 为什么说下了三眼半呢 就是这个新西兰呢 早就是不充当美国的狗腿子 和中国呢 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友好的态度和立场啊 那么换了这个总理以后呢 也没有变化啊 那么澳大利亚呢 以前呢 是在保守党的执政的时候呢 那个极右政客莫里森当权的时候呢 和中国搞这个高度对抗啊 猛烈的甜美 搞得这个 搞得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都快崩溃了 那么新的总理上来以后呢 就缓和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啊 虽然说呢 中国对他的这个政策的改变呢 没有一下子让他如愿啊 是一边观察他 一边是对他开放的 一会儿我们再说呢 这两天又给了他一点甜头啊 但是呢 就澳大利亚很显然的啊 就应付应付这个美国 那么前两天呢 我们看到英国的那个外交大臣啊 发表了一个极度亲中的一个演讲啊 把中国的这个上下五千年夸了个遍 让人们看到呢 英国的态度好像是要这个转弯了啊 反正从他的讲话是180度的大转弯 那么这个苏纳克会不会转弯呢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啊 今天呢 英国方面有两个表态 让美国呢 是非常的这个崩溃啊 展现的是英国政府对华政策 180度的大转弯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么五眼联盟就瞎了三眼了啊 我刚才为什么说瞎了三眼半呢 那么剩下的半眼呢 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小土豆政府啊 虽然说中国人呢 对他挺失望的啊 就是很讨厌他了 就是他呢 是极度的甜美 在这个孟晚舟的那个问题上 他的表现呢 是极差的 那么最近呢 也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呢 对中国进行制裁啊 本来都已经收购完了呢 那些矿物公司 有三家私会合同啊 不认了 但是根据这个加拿大反对党的说法呢 这个小土豆 他实际上呢 是亲中的 并且呢 这个保守党啊 还给小土豆呢 按了一个头衔啊 说他是习近平的干儿子 尽管呢 这一点都名不服食啊 这个实际情况和那干儿子啊 完全是不一样啊 但是呢 如果根据加拿大反对党的这个说法呢 也就是说小土豆对中国的这些反中的做法呢 应该都是言不由衷 或者是身不由己的啊 也就是说现在加拿大呢 从里到外抗中呢 就是这个反对党 而自由党呢 没那么抗中 所以呢 我就是说呀 加拿大实际上呢 起作用的也就扮演 而且呢 这一点也从美国的表现上来看 美国的行为上来看呢 好像也能得到证实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也在搞这个小土豆政府 一直呢 就鼓动加拿大这个保守党 来反对这个小土豆政府 给小土豆呢 不光是冠上了什么习近平刚儿子的帽子呢 同时还说小土豆呢 就是独裁政府 那这简直呢 就非常的荒唐 甚至呢 现在还鼓动加拿大 有些人呢 搞分裂 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加拿大的阿尔伯塔这个省呢 现在在搞分裂 他们分裂 你要是闹独立也就算了 对吧 但是呢 他们想要从加拿大分裂出去 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啊 你从这个来看呢 就说明美国对小土豆政府呢 也是不满意的 所以我说 加拿大的这一眼 其实呢 也瞎了半眼了 那么好 现在咱们就说呢 就是英国 他怎么180度大转弯了啊 第一个180度大转弯呢 就是关于这个孔子学院 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 是来自于美国之音的啊 美国之音说呢 说英国政府决定改变苏纳克首相 在竞选保守党党魁的时候 做出的有关关闭英国各大学中的 孔子学院的承诺 不再坚持关闭所有这些 有中国政府资助的机构 说英国政府呢 一位发言人啊 是在5月17号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发布这个消息的 发言人说呢 关闭英国各大学 所设立的啊 一共30所孔子学院 可能是一项 有些过分的行动 那么这就是呢 英国政府的表态 就是撕毁承诺了 就是这个苏纳克呢 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说 30所孔子学院一个不胜 全都被关掉啊 美国那会儿呢 就特别开心 就觉得说呢 你上台以后该履行承诺了吧 该关闭了吧 哎 结果没想到 现在呢 得到了这么一个答案啊 美国你想想看 是非常非常气愤的啊 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英国驻华贸易史节啊 表示说 中英关系 虽然面临挑战 但是在强化经贸合作上呢 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经贸史节 是在一个什么场合 说这话的呢 说是在当地时间 5月18日 也就是今天啊 在天津举办的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上 英国呢 驻华贸易史节啊 他率领这个英国的团队啊 参加这个大会 并且呢 在这个大会期间 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 他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 说这些话的 那么英国的贸易史节说的这话呢 从英国的实际的行动来说呢 能够反映出来 环球时报呢 报道里面说呢 根据商务部啊 5月17日发布的数据 今年前四个月 英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了 百分之三百二十三点七啊 这就说呢 增加了三倍 仅次于排名第一的法国 所以呢 你从这个就能够看出来 英国其实呢 对美国也是洋风阴伟 难怪呢 中国呀 在世界这种舆论之下 一片的这种反中抗中的舆论之下呢 中国政府并不是太着急 就是因为虽然说他们叫得非常行 但是呢 他们的实际行动呢 并不是那么做的 我们中国现在流行一句话呢 就是说呢 嘴上呢 虽然强硬 但是呢 身体很诚实 这说的就是这个英国 当然呢 好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啊 你说这英国是不是180度的大爪弯呢 这个苏纳克现在看来呢 好像还是有一定的魄力啊 是因为他现在站稳了脚跟 现在胆大了吗 还是说呢 英国的这个经济状况非常不好 不得不听从这个商贸圈的这些意见了呢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我们来说一个这个法国的治安呢 昨天还是前天啊 我跟大家讲了 我看到中国呢 有一个博主啊 在他的空间呢 他就说 他去巴黎呢 就是开会出差 加旅游购物啊 好几个任务合在一起啊 在这个巴黎的一个经历 他说他住的呢 还是五星级酒店呢 那么在这个五星级酒店里面呢 他有一个箱子 他本人还有帮他亲戚朋友 花了一万多块钱 买的那些个收拾品 结果到最后一天 他整理行李的时候呢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人都偷走了 那么在巴黎呢 向酒店投诉 酒店不管 向警方投诉呢 警方呢迟迟不来 来了以后呢 也是不管 一直到他都回国了 这事呢 也没有一个结果 他特别气愤 就在网上呢 发布消息 就让大家呢 闲着没事啊 不要去欧洲旅游 欧洲呢 太不安全了 他还说呢 虽然说他自己没有经历 但是呢 在欧洲的大街上啊 就是偷盗啊 抢劫呀 比比皆是 到处都是 这绝对是颠覆了 我对欧洲的这个认知 按说这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对不对 都是一片这个繁荣 祥和安全的一个环境 啊怎么会这样呢 那么今天我这个新闻 我再跟你说啊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他老岳父家的这个家族生意啊 都被打被砸了 他老岳父呢 兄弟的孙子啊 都被人群殴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据环球时报的报道呢 说是这样的啊 说15日20时 今天18日嘛 几天前啊 15日晚上8点的时候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啊 在法国电视一台 答记者问 就法国吸收外资 给中产阶级减税等一系列问题呢 就发表了简化啊 但是呢 他的内容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反感 他们就在各大城市举行自发性的游行和集会 抗议退休制度改革法 而就在这次讲话结束后不到一个小时 他的夫人家族所拥有的巧克力店呢 就遭遇了仇恨攻击 他的家人呢 就是那个店的负责人呢 还遭受了殴打 而且是群殴 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 说据这个法新社等法国媒体报道 就是说法国的媒体都报了这件事 这件事在法国是挺炸锅的啊 说15号晚上 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市中心步行街 我查了一下啊 就是离法国巴黎 100多公里的地方呢 有一个小镇叫亚眠市 另外的一个翻译呢 叫阿眠市 就这个市呢 有一群 有一群抗议者就举行啊 敲锅游行 就手里拿着锅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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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 那都是噪音啊 说晚上9点的时候呢 不少人就来到了这个总统夫人家族经营的 那个巧克力店 大肆的进行破坏 一边高喊 一边咒骂 一边用垃圾桶啊 石头块啊等 对已经打烊的商店进行打砸 这商店已经关门了 晚上21点了 那么当时的这个店主呢 这也是他们家里的人啊 原本是在楼上休息 听到声响以后呢 就下楼 打开店门 试图想了解情况 说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来砸我们的店啊 这店是关门的状态啊 但是呢 这些抗议者就认出来了 他是这个总统夫人他们家的人啊 立即就对他进行暴力攻击 那么大约有12个人对他拳打降踢 把他打倒在地 猛击他的面部 让这个小伙子呢 在地上打滚 试图自卫 但是施暴者仍然是不依不饶 一边大声的辱骂马克龙 和他的老婆布里吉特 一边施暴 当时邻居们呢 还挺身而出来阻挡 但是呢 也被这帮人给捎在手也打了 然后呢 这位小伙子的父亲啊 也就是法国第一夫人的 应该是堂兄啊 他就说 这场暴行导致我儿子遍体鳞伤 两边的肋骨骨折 太阳穴血肿 好几根手指受伤 甚至还引发了脑震荡 必须进行脑部扫描 然后呢 是在案件发生以后呢 警察才赶到现场 然后呢 进行侦查呀 举证啊 和搜捕 不久以后 就拘捕了八个人 其中呢 有七个人 是成年人 二十到三十五岁 其他的人还都未成年 都是一些teenage 你说在这样的国家啊 总统的家里面人的安全 都不能得到保障 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真的是 没有安全感 你还能谈得到什么呢 然后接下来呢 是在中国 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呢 有彭博社的一个记者啊 问说 欧盟驻华代表团 昨日发表声明 敦促中国消除性暴力 和性别暴力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 欧盟不应该对此指手画脚 那么这件事本身呢 我没有去查啊 那么从字面上来看呢 这就应该是欧盟的这些国家 在中国的代表呢 组成了一个代表团 然后呢 昨天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敦促中国呢 要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就说你中国啊 存在严重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我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为什么我没有去查一下 他的内容呢 因为我就觉得 他们就是无厘头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还看到联合国 日内瓦的会议上啊 当讨论这个性别歧视的时候啊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专门对中国妇女地位问题进行调查 我就觉得特别搞笑 是中国妇女地位太高了吗 是要调查什么 调查中国的妇女地位啊 现在在中国妇女地位不要太高啊 你就是打开这个网络上啊 你就看那些视频 或者你看中国的那些电视剧啊 他们这些电视剧里面 还有视频里面反映的呢 基本上都是呢 妇女地位特别的高 在家里面呢 就欺负老公啊 中国的东北呢 东三省啊 竟然呢 他们有一种社会现象啊 如果是夫妻之前有暴力的话 一定是女的打男的 绝没有男的打女的 说东北的老爷们从来都不打老婆 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是搞笑啊 是段子啊 但是呢 后来我见了东北爷人以后呢 我就向他们求证啊 他们告诉我是真的 说东北的老爷们啊 从来都不会打女人 不光不会打自己的老婆 在社会上呢 他也不会去欺负别的女人 不会的 所以说呢 向欧盟驻华代表团啊 发表这样的声明啊 我真的是 我都懒得去查 他们整个的声明 说了什么 因为就包括联合国呢 就搞那种无厘头 要对中国妇女地位 进行专门的调查 成立一个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委员会 搞笑不 你怎么不去印度去调查调查呀 印度听说就是当街就调戏妇女 当街就强奸呢 当街就强奸 我在网上呢 曾经看到过一个韩国的女性的这个博主 网红 那女孩呢 长得还挺漂亮的 就在印度的街头呢 就为印度的男性就在街上进行骚扰和这个和和猥亵 典型的性侵犯呀 你还别说是印度了 据说这个日本啊 男的如果是性侵犯女的的话呢 这个不违法 男的性侵犯女的随便 不违法 甚至日本好像都没有强奸罪 这个你们怎么不去说一说呀 是不是 联合国你是钱太多了吗 联合国的那些钱可都是大家的钱啊 对不对 你搞这种无厘头 调查中国妇女地位 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说到这个澳大利亚了 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就是中国现在呢 对澳大利亚啊 看澳大利亚的具体行动啊 表现好的话呢 我就给你开放一点这个贸易往来啊 就是一点一点的来 到现在为止呢 可能好多还都没有开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今天在这个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问说呀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今日宣布 中国将恢复澳大利亚的木材进口 鉴于中澳外交关系情况回暖 澳大利亚的大麦和红酒进口 是否也将很快恢复 中国政府如何看待 中澳关系的现状 那么汪文斌就说了 中国和澳大利亚 同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两国经贸结构高度互补 双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中方愿意同澳方一道 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共同推动双边关系 行稳致远 中澳合作持久深化 造福两国人民 就是说呢 澳大利亚的新政府上台以后啊 就做了各种的努力啊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 哎呀 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改善了啊 却原来呢 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 那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今天刚宣布啊 恢复它的木材进口 却原来这个大麦红酒什么的 这些一概还都没恢复呢 前两天的时候呢 因为加拿大呢 进一步的啊 对中国这个动手 那么加拿大龙虾的从业者呢 就非常担心 就担心中国不要 到加拿大的龙虾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没有听说 中国恢复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了 现在等于说 大麦呀 红酒啊 龙虾呀 这些东西呢 全都没有恢复 那么都恢复了什么呀 今天宣布恢复了这个木材 可能是恢复了这个煤炭 恢复了铁矿石 而且呢 铁矿石现在还用人民币结算啊 那都是中国刚需的 中国现在呢 等于说刚需啊 你用你澳大利亚呢 肯定比用别人的这个强啊 别人替代不了的这些呢 就给他恢复了 别人能替代的呢 不给他恢复 比如说木材 我从别地儿也能啊 比如说大麦 我从别地儿也能啊 比如说加拿大啊 龙虾 我从别地儿也能啊 红酒 我从别地儿也能啊 所以就不给他恢复 看你表现 那么现在呢 说到奥大利亚现在表现好啊 那么就说到另外的一个表现不好的了 那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的总统呢 刚一上任的时候呢 就跑到中国来访问啊 还说呢 和中国之间啊 不光是这个木林友好 而且呢 是亲戚啊 是亲戚啊 他要继承和发扬他父亲的时候 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啊 说呢 他是全世界的领导人当中 唯一的一个见过毛泽东的啊 而且他好像是还见过两次呢 按说这些都是他有利的地方啊 但是呢 他就说一套做一套 阳奉阴违 用我们中国话说呢 就好像是一个人啊 那种笑面虎儿的 你表面上挺累什么 实际上呢 暗藏的阴暗的心理啊 那么他这个阴暗的心理呢 现在越来越不藏着掖着了 从中国访问回去以后呢 就是那一步比一步跨的更远了 他的这些表现呢 最近真的是 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这个菲律宾的恶劣表现啊 什么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啊 一开始说五个 后来又加四个 一共都九个了啊 后来呢 又和美国进行这个联合军演啊 军演的规模是历史上最大的 后来又搞什么拉着记者呀 用他们那个海警船来碰词啊 前两天呢又在南海啊 就往那个海里面啊 扔那个浮标 不是南海 南中国海啊 南海和南中国海两码事啊 南海是咱们自己的 南中国海 在那里面呢 扔一些这个浮标啊 那浮标上都写着这个菲律宾呢 他就跟那个猫和狗似的啊 仕途就是在这撒泡鸟 这是我的了 然后那些浮标扔下去以后 都被咱们那个渔船都给他收走了 那么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啊 他又找事啊 说是那菲律宾呀 是在中国的帮助之下建立这个电网 他电网里面有40%的这个股份呢 都是中国的啊 现在呢 他就找事啊 学美国 或者这就是美国授意他的啊 教给他的 他是学会了 说是呢 威胁到国家安全 今天呢 我又看了报道 他为什么说 威胁他国家安全 他怎么找着茬呢 说他的机场啊 停电了 还有一个岛上啊 是怎么停电了 然后他就愣说呢 说这些电网啊 是被中国进行了这个远程控制 中国可以远程控制啊 让你停电 造成你 造成你这个电网的瘫痪 说是现在呢 想要把中国这个 40%的这个股份呢 小莫收 向收为国有 你像这个小破国家 你说是不是作死吧 昨天我就说 他就是作死 对不对 你说哪一个电网里面 不会出现那么一次半次的 那种停电的那种事故啊 有的时候也不是事故了 就是 就是呢 什么检修啊 之类的都有可能停电呀 哪有国家的电网 不会出现需要停电的情况呢 那么你那这两次停电啊 你就远遮 这是中国对你的破坏啊 对你国家安全的破坏 你想把中国踢出去 我昨天就说了 你踢出去 中国就撤出去 看你这个电力怎么运转 对不对 现在呢 是不是说 就看上了中国的股份了呀 想耍赖呀 这国家很穷啊 菲律宾非常穷 是不是想把这40%的股份收回去以后 然后占为己有啊 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对不对呢 好 下一个新闻呢 还来说一下这个效果文化啊 效果文化这事呢 昨天 中国政府主要就是啊 被经文旅部门啊 对效果文化呢 进行了处罚 没收了他的这个非法所得 然后呢 对他进行了十倍的罚款 而且呢 是永久性的封杀 那么这事没完呢 今天我看到呢 其实是 同时或者差不多同时啊 中国的公安机关呢 也对那个脱口秀演员 他叫浩斯啊 对他进行了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是什么意思啊 你认为是立什么案呢 一定是立刑事案件啊 大家还记得胡新宇的时候呢 他的家属一直都就着说 哎呀 你警方不立案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那警方就进行了很多的那种调查呀 怎么叫不立案啊 中国的警方呢 说的立案呢 就是立刑事案件 胡新宇那会儿呢 为什么不立案呢 就是因为他警方不认为 胡新宇是被谁杀了 不存在一个犯罪分子啊 所以说呢 就没有立案 所说的不立案 就是没立刑事案 那么对这个浩斯立案呢 那么这就是立的刑事案啊 今天我看到呢 就是那个大汉奸余茂春啊 都出来挺他了 余茂春呢 发了一个推特啊 这个推特里面呢 他就说什么事情啊 正在起变化 事件发销以后 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 陆续发文批评 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 也表示将立案调查 说中国的脱口秀呢 这也不能说 那也不能说 说这很少见吗 说从杀雕连 三个字被判刑 中共的文字欲就敞开了大门啊 他又提 还敢提什么杀雕连 那个是明显的侮辱 我们的这个子弟兵啊 是可忍输不可忍 不是 你们这些人怎么想的 你们每天的这个幸福生活啊 余茂春他是罕奸呢 他是美国人啊 他说什么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属典忘祖 他都不认他在中国的祖宗了 他认为呢 他是美国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 中国的利益跟他没关系啊 这个呢 我们不去管他 就是你这个耗子啊 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呢 甚至你和我还没你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你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啊 无忧无虑的跟那说脱口秀 然后呢 有观众能够在这平平安安的看你这演出啊 买票你挣钱 对不对 你这样的幸福生活从哪来的 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啊 安全的国家 这种环境是怎么得来的 是怎么得来的 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无偿的牺牲来保卫国家的话 国家能够安定吗 社会能够安定吗 啊 你的生活 你的安全能有保障吗 你怎么可以去取消这个人民解放军呢 你怎么可以去调侃来保卫你的人呢 啊 你怎么能可以把保卫你的人当成一个笑话 你试想一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成了一个笑话的时候 谁还会去当兵呢 中国的军队啊 成为一个笑话 没有人去当兵 中国没有军队 那中国还能存在吗 美国为什么说一天到晚的那些军舰呢 那些大炮啊 在中国的周围虎视眈眈 日本为什么说要在冲绳部署一个1200公里的那个导弹 而没有直接的就像这个八国联军的时候直接就去了 为什么呀 不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 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吗 啊 现在你把这个保卫你的这个强大的军队 你想自己给他摧毁 你按着什么心 你不是傻吗 是不是 余茂春他那么说他已经是美国人了呀 哪怕是我还没这么说 我告诉你啊 我都比你要有资格 是不是 我这么说中国的军队垮了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了 但是对你好似呢 对你国内那些人呢 你傻不傻 装的好像还自己是个人精似的 是个人才似的 你的脑子哪里去了 你那脑子里面是什么呀 豆腐哪吗 难道是 是不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 昨天呢 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啊 说有人已经查了啊 说效果文化背后的资本是谁啊 是李开复 是高晓松 是马东 是黎瑞刚 此外呢 说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效果文化背后呢 有一个华人文化的投资基金 这个基金是和美利国的一个叫Ring的基金是战略合作的 而那个Ring那个基金的背后就是美国的CIA 多可怕呀 多可怕呀 中国现在呢 在对这事呢 立案调查 后续还指不定这事呢 能够挖出来背后 多么可怕的背景呢 傻了吧唧的 被美国当枪使 被美国卖了 还帮人数钱 啊 就是这些人 在国内有好多人 好像以为就他们是智慧的 好像别人都是傻子 别人都是韭菜 他是高知 像高晓松那样的 我死看不上那高晓松的大猪头 好 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